今天的采大教大家怎么样去腌制咸柠檬 超市买的这种清皮的Lime 就是英文叫Lime 那么中文呢 应该是叫青柠檬啊 也有可能叫老母啊 我不是特别清楚啊 反正它就是个青柠檬啊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Lime的这个头上会有个尖尖 然后呢 它的尾部呢 会有一个这个地 也就是它这个摘下来的时候 跟那个树枝相连的那么一个地方 我们要把这个地呢 给它去掉 不需要切太多啊 就把它那个白色的这个皮 给露出来就可以了 然后呢 尖尖也需要切掉 一样就是把它削平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需要在 这个柠檬的这个表皮 给它扎孔 不需要扎得太深 因为你扎了孔之后呢 它那个盐水呢 才能更好的跟它 这个柠檬内部的 这个组织液啊 进行交换 因为柠檬皮 其实还是挺厚的 不需要扎太深 但是呢 尽量多扎一些 扎好空以后 就把柠檬先放下 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饭盒里 有很多这个白色的小颗粒 这其实是盐 我用的是盐盐 Rock Salt 你用什么Salt呢 其实不是特别要紧 但是呢 尽量不要用这种 低纳盐 因为低纳盐的味道 很奇怪 所以你做出来之后呢 会是什么样的味道 什么个状况 我也不知道 就尽量不要用 这种特别不传统的 这种材料来做 这种传统的东西啊 容器呢 尽量选这种 比较好密封的容器 因为你需要把它 整个密封起来 好几个月 差不多一年吧 如果你密封不好的话 里头那个 这个烟柠檬呢 容易失败 容易坏 然后呢 把这个烧开了之后 碳凉以后的水 给这个 导到这个容器里 那么柠檬的同时 你要清洗干净 另外一个 你也可以用这种 温度比较高的水了 因为这样的话呢 对你制造下一步的 过饱和的食塩水 是有益的 那么这就涉及到 盐的一个用量了 这个我刚刚提到了 这个食塩水台 应该是一个过饱和的状态 什么叫过饱和呢 就是说你 这个 盐呢 它需要 溶到不能再溶 如果是 它还能够再溶的话 表明你 这个盐水的 这个含量是不够的 所以你 就是你需要加到 它 这个盐的颗粒 不能够再溶解为止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说 那个温度高的 这个水 也可以呢 因为你温度高的话呢 它溶进去的 盐的颗粒呢 就会比较多 所以呢 就是等它降下来之后 这个温度 凉下来以后 就能保证你这个水 实际上 这个盐水实际上是过饱和的 解释一下 为什么需要它过饱和 为什么有 它这个盐的结晶需要有剩余 因为这个柠檬放到盐水里头 它柠檬的组织液 它的这个浓度 是比盐水的浓度要低的 所以它会往外渗 所以你的水 这个容器里头的水 它会变多 如果说你的这个盐水 它的浓度 没有多余的这个盐的结晶 当这个 当这个 柠檬的这个组织液渗出来以后 你有可能的 你这个盐的这个浓度就会降低 这个 溶液的盐的浓度降低呢 就是你对这个细菌的移植作用 就会就会降低 所以有可能会 会导致你这个燕联蒙失败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个浓度差不多了 大家可以看到 有这个实验的一层晶体在下面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个水是没有把这个柠檬给完全盖住的 这个不是大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你 你会发现啊 因为你的盐水的浓度很高啊 你会发现你这个柠檬 不管你加多少水啊 你如果没有重物压在它上面 它就会浮起来的 然后我们估散一下 就是如果这个柠檬它这个整整体如果沉下去 下面的水呢 能够把它整个盖住就可以了 另外呢 呃 这个水也不能够加的太满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刚提到了啊 这个呃 柠檬里头的这个柠檬汁啊 它的这个组织液啊 因为浓度比外面的这个盐水要低 所以它会往外渗 所以呢 你的水的体积会变多的 所以如果你加的太满的话呢 你这个容器呃 它肯定会漏水 要么是账包 要么是漏水 所以呢 我们也不能够把容器加的太满 呃 刚开始腌制的 这头三个月呃 需要大概每隔两个星期呃 检查一下你的容器 因为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啊 它有可能会产生气体 呃 然后呢 水会渗出 这样的话 你的容器里头的那个压力会变大 所以你要是三不五十的检查 呃 如果说呃 出水比较多 呃 如果说呃 这个气体比较多 呃 你需要及时处理 如果你的盐的结晶的这个颗粒啊 因为出水的关系啊 盐结晶的颗粒不见了 那么你需要加盐 那么如果你觉得你这个容器啊 它里头就胀起来了 就是气体压力比较大 你可能给它 需要给它放个气 那么呢 把这个容器呢 呃 大概三个月以后啊 你就可以把它放在阴凉处放一年 你会看到它的颜色会变成这个这个颜色 那么就是可以这个使用了 那么就像这个颜色的颜色 那么就像这个颜色的颜色